… 來到九龍城寨, 我要當城寨英雄 不是吧?你又不是牙佬, 又不是拳佬 他們當你是傻佬 我是幫大王的 我們身為尋找到好東西全世界 對, 這麼熟悉, 吃了英雄 什麼都英雄兩個子, 你就敢上擂堂 敢不敢比拼一下, 去找好東西吃 姨王分, 如果想文青一點 有什麼好介紹? 你做文青, 你很廢青 有沒有一些好吃又乾淨的東西? 你那個奶人包, 我大包貨 還帶了一件秘密武器來 就是我, 我會抓進大堆 去炒一些想不到的食物, 炒了出來 我幫你炒, 你不要義氣… 既然如此, 我們一起… 炒… 九龍城地方小小, 只是內街的食肆 也超過二百間 除了泰國菜, 潮州菜 近來還多了很多美食蒲點 簡直是美食天堂 很多因為顏色很好吃 因為老大, 你要吃得多吃 你別聞我吃得多吃醉 請多吃, 太好吃了 不小心點, 我不要吃醉 這裡有很多吃醉, 你要吃醉 有很多吃醉, 有很多吃醉 吸醉吧, 說得多吃醉 我這杯是愛爾蘭的忌廉咖啡 有小貓 我知道這裡的咖啡是從巴西來的 而且這裡老闆每天自己炒香 好, 我們吃東西有什麼特別?寶寶 真棒, 這裡有兩樣東西值得退街 就是全天早餐 還有這個玫瑰雞蛋糕 嘗嘗 這個除了有你們兩人之外 這個就是我而是最愛的菠蘿油 玫瑰雞蛋糕最重要是泡蛋糕 泡蛋糕在這裡泡上, 現在是流心 那為什麼可以做得這麼漂亮? 慢慢水泡, 加點醋, 這樣就很好 就像阿寶寶說話, 當然不加醋 這裡還要是社企經營的 所以我們吃美味之外 真是欣賞一下他們的心思 那個師傅間又有藝文青 環境也不搭配 這些蔥館茶味花火的地方 這個蔥館簡直是適合的 這個品味空間相當不錯 但是這個品味空間 為什麼只是品茶呢? 不, 也有食物, 我們先說說食物 通常吃東西都是由最底層吃起的 我們由最底層的介紹起 這個就是木瓜沙律 第二層就是這裡 你看到這裡有雞翼 有蝦餅, 有春卷 還有最上層, 甜品 今天這裡有很多不同的花茶 做一個文青要喝這麼多花茶 甜品 不, 其實做文青要喝茶 每人都要喝的 尤其是你, 我覺得你最專門 喝一個去眼端的花茶就最適合了 應該有玫瑰花, 玫瑰果 還有薄荷 我喝一口, 已經嗅到薄荷了 對, 我想薄荷的比例 比重很多 是, 很多 蓋過玫瑰 是不是馬上喉嚨很涼? 不覺得, 眼睛很涼? 眼睛有沒有涼的感覺? 這樣… 眼睛是不是散了? 好一點點 好一點嗎? 然後你就可以養顏了 這個養顏的沙茶… 這麼甜? 對, 養顏, 很多女士都會喜歡 更早賣了幾瓶, 味道都搶出來了 我們養顏後 然後這道菜是為你而設的 越南瘦瘦果茶 瘦瘦果裡面有瘦瘦果 本身的味道不是很濃 但是因為菇花是最主要的味道來源 原來真的像羅漢果一樣 是 像果一樣 是的 但它自己的味道不是很濃 所以味道就落在菇花上 非常香, 多謝你 乾杯 香港人這麼忙, 吃頓飯也要快 有什麼辦法? 有, 料理懶人包大廚炮製 味道還能靠得住 很香 有多香 我這個是花雕醉鴨舌 這個酒味很香 而且我覺得很彈, 很爽 很重的膠質 有沒有鬆味? 沒有鬆味 沒有就很好 是 你很棒, 花雕醉鴨舌 我之前也很明顯 你不理會, 花雕醉鴨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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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 你不連殼泡, 蛋會很粗 但有殼在這裡, 怎麼可以這麼入味 雞蛋就是有氣孔 慢慢氣孔慢慢滲進去 糖心蛋做得又滑又香 味道慢慢做, 非常好 味道很軟, 又軟又香又滑 有蛋糯米, 有香味 給你, 阿翔有什麼好介紹? 我知道有些很棒的湯包 很適合兩位 花膠海參裸頭湯 膠質有濃 吃的皮膚比較漂亮 很香, 很有住家風味 對…不過說起來 這是真空包裝嗎? 對, 真空包裝 所以不能放進去 最好一、兩天就喝光了 懶人包是不是很方便呢? 在家裡加菜加湯, 白飯、淫妝 師傅, 中式懶人包還沒算 我們這些是泰式懶人包 說到吃泰國東西, 九龍吃就最集中 小吃嗎?由泰國直送來香港 最主要是懶人包 懶人包 這麼大的椰青, 全部派進去之後 椰青水和椰青肉就放在一碗裡 整個冷人包 如何?淡姐 很清甜, 中風 清甜 當然了, 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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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它還這麼好 這個還沒算難, 還有一個更難 難得是把椰殼 裡面加了啫喱, 混合椰肉 造成一個椰肉啫喱 看看 夠不夠冷嗎? 其實不要說冷, 是方便的 清甜, 有啫喱香還是椰肉香? 原來它用了椰醬水做的 對 沒有加糖, 沒有加…其他東西 真是清甜 不過說到懶人包呢 這個很像懶人包, 你看 菠蘿BB, 加了懶人包 你拿出來就有得吃了 是呀 還可以拿這個鏡頭 兩隻 清甜, 爽脆, 又脆又甜 還有雪茲, 很冷 冰冰, 你說這個不是太適合大人包 還有誰可以水到它 師傅, 我QBB嗅到BBQ味 就知道這裡有好東西吃了 有多QC 好像我這樣說 不是, 普通的燒烤 不是…我聞到這道是印尼超辣 BBQ味, 辣到沒想到 是真的嗎? 老闆, 有什麼好吃? 花枝丸, 麥芽, 雞腎, 豬頸肉 有大辣, 小辣, 不辣 我要花枝丸, 不辣 花枝丸, 不辣 我要這個火雞腎, 小辣 小辣 我要豬頸肉, 要大辣 這個火雞腎很爽, 聽聞 很熱, 真是 因為火雞腎的筋是自己的腰, 是嗎? 是, 全部削皮 這個豬頸肉是用逆紋切的 所以特別好吃 為什麼特別好吃呢?師傅 逆紋有些鮮肥 打凍就切散, 它就不會硬 我這個豬頸肉很鮮辣 而且它表面很脆, 裡面很彈 而且這個完全不辣 就是很香的沙爹醬味 這個呢? 豬頸肉, 怎麼看? 豬頸肉真的非常好吃 不過真的比印度咖哩辣更辣 你真是流汗 老闆, 怎麼才能解辣呢? 喝甜的 汽水 你也要 是, 怎麼看? 是否真的解辣? 還可以 喝完一口, 馬上解辣了 但你這個義中冒汗, 這樣算是可以嗎? 大哥, 冒汗是之前吃辣的 現在喝完汽水, 開始緩和 冒汗不怕, 不是冒酮就行了 當然了, 還好, 你還冒汗 又是我? 用珍貴的食材來做小吃 一樣想不到 譚姐, 知道日本三大名牛是什麼嗎? 你當然知道, 神烏牛, 松阪牛, 近江牛 你近江牛做這個小吃, 你吃過嗎? 就是沒吃過才跟你來, 快走吧 現在師傅用200度的油溫在炸 你們這些Mano很有趣 怎麼樣? 我先看見你 神餐, 還不錯 用一道食物的食物, 真是的 看見你用這道食物的食物 你氣死了, 你也不錯 你怎麼拿出來吃, 真是想一口 你怎麼敢吃吃? 把味道也不錯 那幾口感 你也有詳細, 這個是我也喜歡吃 不太有詳細, 多幫你吃 有一道一口感 學士學非, 你健康嗎? 楊過皮, 你們區區可不可以踩場嗎? 我給你一點點兒子, 最好的是發聲對於好, 最好, 你的就好了 我現在給你一點點兒子, 最好的去你 就好, 我記得了一點點兒子 就好, 我記得了一點點兒子 就好, 我記得了一點點兒子 我現在就好, 我就好, 看你了 , 我在這一期, 你看自己的吧 就好, 我現在的馬上去, 我就好, 我跟你說 就好, 這裡吧, 我要不要再說 好, 這個就好, 我不夠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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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近日落在地上, 吃了一口 不用怕的時候, 就很熱 還喝水, 味道又是牛肉 甜品的賣相, 吸引了 它的顏色只有一百分, 像我這樣 有來行… 有來行飲設計和全部自家製 這樣才有趣 我這個是羊織甘露, 滋滋 你這個給你 是, 給你 你這個沒東西黏的 有, 巧克力就… 你是不是看不到? 對 對 這個層層碟 羊織甘露層層碟 怎樣層層碟 我想問層層碟 平時玩的時候是拿下面的照片 我每次都拿最底下的, 問你死了嗎 現在我是否可以拿最底下的 不是你拿, 我拿開的 我嘗嘗拿最底下的淋不淋 這個是一塊一塊可以砌上去的 你們這些人真是… 你還要蘸些雪糕, 知道嗎? 完全不是羊織甘露的感覺 是吃到那個鹽油 你覺得羊織甘露嗎? 不然的話, 都是醬料 而且這個麵包不是我們平常吃 就這樣普通, 多吃一碗麵包 對, 這是Dennis的鬆皮包 吃那個, 什麼膠包? 這個厲害了 榴槤, 榴槤 鹹一點, 真是特別 你不喜歡吃榴槤嗎? 不是不喜歡吃 正常說, 不是不喜歡吃 我是不吃的 這個有點不同 有什麼不同? 把榴槤打成忌廉 這是榴槤? 對 是, 是金針頭的榴槤 打成慕子 要震動這樣嗎? 很美味 我吃, 還有一點榴槤肉 我也是, 我也是 你們沒見過世界了 比吃榴槤更好吃 因為它又難 因為它更壞 這是什麼? 這是椰絲 這是椰絲 我試試試 已經打出你的麵包糖 不過是椰絲味 好美味… 這是什麼? 馬卡龍, 馬卡龍 這是法式甜品 是否可以蘸雪糕? 對 這是什麼雪糕? 這個應該是蘸雪糕 嘗嘗 芒果可以吃成這樣嗎? 我吃完一口 芒果吧, 看就知道了 難道是菠蘿嗎? 你們快點吃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肉屎的細菌 煙肉卷 下面是蛋白, 上面是蛋黃 中間有一支雜菌 你要很小心, 否則它會掉下來 人家不是讓你解體吃的 不, 讓大家看 真的, 蛋白加一款表面的蛋黃 好 你嘗嘗放進嘴裡 一次過吃完四種食物 那四合一的感覺是怎樣的? 本來以為是雜亂無雙 現在 原來是同次 放下去 不行 你不要笑, 可以嗎? 真的… 可以 是否有蛋漿煙出來, 我沒騙你 它有流口, 我沒漏 分別在這裡, 覺得怎樣? 怎樣? 對了, 是不是? 先來爆蛋漿 然後蛋白溶化, 再吃到菇味 菇味出了, 菇味滲進去 你吃到煙肉味, 混在一起 是 厲害, 最後才吃到煙肉味 奇怪, 這裡有這麼豪肅 真的… 真的是 是蛋白 整個感覺 蛋黃, 吃到菇味 最後才是煙肉味 譚姐 順利 今天完全和我們早餐吃的 煎生蛋加快煙肉和菇類 是完全不足夠吃法的 花花還很薄的 對 好, 先來一個火山拉麵 火山石拉麵裡面有一個石 可以煮成湯 吃到尾都熱, 滿足夠的氣 寶寶, 你聽說北極海 這個叫救極海老味增拉麵 出名吧?滑火煙 救極海老味增拉麵 你中文比你更好, 大王 是呀 好… 吃石, 放在一起 你先吃什麼 我看中一蠔了 這蠔叫宮崎蠔 吃的一大隻蠔很沒味道 是呀 這隻呢? 它真的很好 很好味, 有甜味, 又有海水味 腥不腥? 一點也不適合 喝一口, 看看 喝一口, 喝一口 我也是 很香味比腥味更多 然後我們繼續吃 走到魚吧 好 不好意思, 我沒吃過魚身 這麼小的, 怎麼會用來攪拌呢? 因為這個很珍貴, 這是來自鮮頭的秋刀魚 平時不會刺身吃的 但現在是一個君的季節 所以可以這樣吃 它有魚的腥味 但這個魚腥味帶出魚的鮮味 因為要有腥味才能吃到魚 複雜了 牛魚在哪裡? 螢光魷魚 它是否不會發光, 你就看不到 對, 一定是 是嗎? 好, 先說說味道 沒什麼味道 對, 你老實說, 是不是沒味道? 這有肌肉 會不會吃下去的肚子, 接著會營餡 營餡 然後營餡全燒, 它就沒了 營餡 你看, 努力, 這個 這是牛油果醬 你找一堆醬, 吃一堆餅 吃一堆… 對 你不問為什麼牛油果是綠色的 為什麼這個醬是白色? 因為有些忌廉 中間還有一些櫻花蝦 這是什麼? 北海道, 飯立貝 很代表 很好吃 北海道, 生吃也很好吃 這隻有沒有… 但這個是燒的 但又不是燒得很熟 燒得中間的芯還是生生的 所以吃一堆就很嫩 這個多香 連半生熟, 真是生的 中間的生是零實嫩的 好, 試試吃 我介紹一下 究極海滷味增拉麵 再說一次 究極海滷味增拉麵 先吃一塊火山石 我真的還熱 Liana, 不是開玩笑 在出煙, 我們遮蓋了這麼久 還在出煙, 不是開玩笑 對… 他說吃完整碗麵的時候 依然那碗湯還是熱 拉麵吸收了湯 依然是很濃的 然後我每一口都有夾 有精神蝦一起吃 所以很功夫, 很好吃 坦白說, 拉麵 不是, 一般吃的拉麵 糟糕 糟糕 湯很好吃 湯很好吃 我欣賞櫻花蝦 放進去那種蝦香, 是嗎? 沒錯, 我跟你一樣想法 是, 馬路有這麼想法 這碗快結束了, 你們開始吃了 不是, 馬路想法跟女士想法 是完全不同的 我最初以為櫻花是花, 原來是蝦 你這麼好 糟糕, 我這個紅色芝麻 在這裡供… 你死定了 師父, 專一一點好嗎? 專一是對著我們 對著我們對象說的 肯定不是你 是, 我對食物要專一 那你說清楚一點 是否你說同一餐裡面 是專一門的美食素材 對了, 像專門店一樣 例如… 雞, 全部都是雞 全部都是雞, 全部都是雞 我覺得你真的很雞 你問問我們這裡的街坊 九龍城專一美食排行榜吧 吃牛 海鮮 海鮮 豬、牛、羊、雞、牛 九龍城 喜歡吃什麼? 你喜歡吃雞 吃雞? 都是雞嗎? 雞嗎? 很厲害 真牛 很厲害 豬 豬 我喜歡吃豬嗎? 豬 豬, 海鮮 海鮮 有結果了, 第三碗是牛 牛全部都是牛 然後是豬 豬全部都是豬 還有海鮮 海鮮嗎? 難長一點 豬, 第一位就是海鮮 師傅 是 男人的浪漫除了豆腐火辣漫 就是肥牛火火餐 是, 這裡是湯底材料 可以選擇全隻牛不同部位 自製全牛煙 那有什麼湯底? 湯底 我這邊是番茄牛尾濃湯的湯底 很普通的 這個是什麼? 招牌食物 招牌? 什麼招牌? 用牛骨牙過一晚 我們有一枚漂亮的牛腩 有牛股牛筋、牛尾 牛尾、金錢肚 這個牛湯真的很像 牛腩很像牛 牛是專家 不是吧?怎樣專家 看這個牛肉粒 有些花紋多漂亮, 是不是? 60分鐘 這些牛白肉就是這個… 沒見過 很矜貴 有多矜貴 牛腋骨和心臟之間的一塊白芒 都戒出來, 很少 六、七至八秒鐘 現在還有嗎?師傅 很脆, 先看看 脆脆的, 爽爽的 加上有牛油的味道 第二層是什麼?師傅 是牛腩和牛腩 接著這個就是極品的 慢著 這裡有一盆, 那裡有一盆 兩盆有什麼不同? 這是牛頸隻肉 一隻牛, 很少的 只有這麼多? 沒錯 吃一碟, 很失望 吃一碟, 經常沒有其他碟吃 為什麼沒有其他碟吃? 整天都拍桌了 幹嘛拍桌? 桌子就是… 夠了, 嘗嘗 這個很棒 等等, 你說叫我吃這個 你就去撈那個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有… 都是牛頸隻肉… 牛頸隻肉, 要煮多久?師傅 這些, 任你 那些煮過籠也不會是韌的 但是… 煮過籠沒有嘗嘗流香 牛頸隻肉, 最重要看看 旁邊的牛筋膜 旁邊那邊撐一下… 我這個很漂亮 我整抽這個 牛肉, 牛肉要碎 這些就是牛的邊位 碎濕濕, 皮馬狗 牛味香濃, 甲滑 甲不會硬的 會不會吃嗎? 不是會不會吃 我想跟不懂吃的人 都知道吃出來的味道 它的確很滑 吃了 還有一樣, 甜 當然了, 我們… 一隻牛 很少的 這些你要吃, 鮮牛拍檢 好像很棒 這些不一定的, 真的 黑色的 肯定了 你外面有票的那些 即是沒有黑色的那些 沒有的 票國, 這些是原裝沒有票 多爽, 多爽, 多爽 對嗎? 爽爽不是最重要 它有很香 有什麼香 牛的香 是嗎? 對, 味道吃牛拍檢 就像是票水 懂得吃 這個很好吃 來… 試試 看, 尤其是牛肉粒 有什麼味道 熟了這麼久 都還沒吃過柴油 對 相當不錯 有牛肉香味 牛肉香味 這隻有點鬆 不過… 有多酥, 要不要找美妮和阿淡 要賣寶寶一份 這樣就很認真 淡姐… 是… 立刻問你 如果我有問你豬 你立刻有什麼感覺? 豬一般給人的印象是一般的 你會畫人豬頭餅, 豬這麼笨 豬一樣的隊友 你說師傅嗎? 他不在了 你別胡說了 其實你完全對豬有誤解 豬有很多優點 有多少? 你變成食材之後 那有什麼特別? 不如一起吃全豬宴吧 豬全部都是豬… 全豬宴吧 真的沒見過, 沒吃過 淡姐, 你懂東西 對, 如果再不吃就冷了 你先喝這個湯 什麼湯? 這是豬和很多豬骨咬的湯 相當甜 我猜這裡沒有加鹽 是嗎? 沒有加鹽, 不知道已經出來的味道很濃 其實裡面有什麼骨 其實這裡有來自西班牙、美國和普通牙 用不同地方來的豬肉在不同的位置 家裡有這麼多膠質的味道 全都起膠 湯喝完, 吃吧 好, 吃 豬排骨而已 豬排骨, 來吧, 吃吧 好香, 油分香 我告訴你… 咬下去骨頭是脆的 好香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老大, 另一位 不着, roy料, 有允潔 獨一老公 大王, 等你 等你 你問什麼呢?是否喜歡吃海鮮? 喜歡 這裡裡全都是海鮮, 你喜歡吃海鮮嗎? 大家一起說說吃什麼是海鮮 是 海意 幹嘛走? 我吃這個, 你吃這個 大家不同吃東西, 發酒 你不要扮魚蝦蟹了 吃一吃… 對, 吃了 吃什麼? 先吃你前面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龍蝦 什麼龍蝦? 什麼龍蝦?辣椒糕龍蝦 就是… 不錯, 你看 對 比較厚肉 你和平時吃的有點像那種 像南無人的大牛蝦 我覺得這個很彈, 很彈爽 而且我不是覺得很辣, 我覺得很香 跟印度的不同 印度的香料比較多 辣味和很爽 你印度沒有這些蝦嗎? 印度有很多海產, 不過都是外出的 因為印度很少吃海產, 很少吃肉 吃素比較多 現在全球吃素的人 八成是來自印度的 你住的美國是什麼? 這個厲害, 就是Bubabongri 是什麼? 這是泰文 就是咖喱蟹 這是什麼?用這個炒的? 也是 這是用甜咖喱 所以挺好的, 它不會太辣 而且因應客人需要加辣或少一點辣 這個算是辣還是不辣? 你試了才知道 那些膏, 你看 整個殼的菲尼賓蟹都這麼厚 不是小的, 大家看看 那些膏的厚度 全都是鹹蛋黃, 放進去 告訴你, 不止你的殼的… 我咬一口已經, 看看 那不用你告訴我, 我也看到的 不是吃下去才知道 一口肉, 一口膏, 很香 這些餅, 很多超市都買得到 比較脆 跟印度那些是不同的 這條是什麼魚? 這個通常是明爐蒸烏頭 有, 但這個不是烏頭 但它會有桂花魚嗎? 對… 你現在問, 新泰菜不一定要吃烏頭 而且烏頭怕一樣, 泥味 但我吃烏頭就是喜歡那種泥味 那你吃泥吧 我又不是鬼 你也是, 你很喜歡 他像鬼吃泥吧 給你了 這個滑 魚香多重 但用泰國配料蒸出來, 相當香 這就是馬油 鹽燒馬油, 試試過嗎? 辣 嫩滑 嫩滑… 再鹹一點更好 我可以, 我喜歡它比較清淡的味 這個是冬陰公, 冬風螺 很特別, 太小了 通常是辣豆煮花螺 對 冬陰公味, 是嗎? 不是, 這種螺, 冬風螺 它的辣味已經變得很香 這裡有很多融合菜 平常我們吃泰國的菜 很少說中泰的混合 這裡很特別, 有些中泰的混合 這個真是名副其實的泰國海先生 又是請了那些人呢? 發了訊息給你們兩個男生 明天會不會? 真是意道不回 你們兩個大男人也不夠誠意 幸好我幫你們補布票 才能請到阿雪來 不, 難得了, 我今天不用當江脈女 有得出來吃好東西, 我開心才對 你們想吃什麼?有什麼特別要求? 要吃飯… 我要有內涵 那不是在說阿雪嗎? 包在我身上, 走吧 吃飯… 又甜蜜, 又有內涵的 就是這些雪糕 看有多少款, 還有很多款 外面很少有的 是不是有, 選雪糕? 對, 隨便 我選擇, 阿雪這麼有趣的香檳味 你說我要香檳, 我要開心果 謝謝 我要芒花果? 這些雪糕的材料都是老闆親自出去找的 而且他會給意大利人混合脂肪比例 4.0的法國奶去做 但還要低酮低脂 沒有添加, 沒有人造色素 吃了會不會低B? 你就是低B 非常健康 兩位嘗嘗, 你們嘗嘗 你們嘗嘗的味道像我們所吃的雪糕 像雪糕呢? 我覺得它的質感是像雪糕 味道真的… 要不要抵抗 很濃的香檳味, 而且帶甜的 這是柚子, 我看到柚子皮也有在 全果都放進去 全果是全果的 為什麼? 因為香很多 有果皮就香很多 因為柚子油的香味在那裡 很香 對, 很香 其實這間店舖是蛇企經營的 所以足夠精能 我們要多吃兩杯吧 對, 多吃一杯 阿雪, 你是不是嫌疑師傅老 帶他來吃一中兩件 不是, 當然不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喝一杯茶 吃驗點心 我也很喜歡你們年輕人上茶樓 我年輕人上茶樓時, 你不來看 沒錯, 現在點心說真的 要教材料很漂亮, 原汁原味 馬上蒸出來才能靠得住 對, 保證材料新鮮, 即叫即蒸 總之這裡除了即叫即蒸之外 最重要是很多懷舊點心 其他地方不容易, 可以一次過吃 我的鵪鶉蛋燒賣 我的魚豉餃 我問過了, 鵪鶉蛋燒賣 很難做 很難做, 很難做 對, 很難做 芒河, 你會做鵪鶉蛋 現在整個蛋如鵪鶉蛋在蒸出來 又包一輪, 挺難做的 這是手工的東西 對 而且這裡的老闆堅持一定要賣 為何要這麼堅持 因為怕沒有, 怕不斷了 老闆堅持鵪鶉用鵪鶉蛋 對嗎? 有沒有聽過?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不… 這麼想工, 怎麼生呢? 沒事了 其實沒事了 你吃鵪鶉蛋… 我吃魚豉餃, 為什麼呢? 我小時候吃魚豉餃 現在很少吃魚豉餃 因為要做魚豉餃, 像薄紙一樣薄 因為你現在吃魚豉餃 只吃魚豉餃不吃餃 不, 因為我現在只吃魚豉餃 不會吃野餃 因為餃留給你去餃 是不是? 我先吃蝦餃 可以吃蝦餃 蝦餃的肥血, 拿出來之後別吃 先省掉它, 是吧? 皮就會大壓 我喜歡吃糯米雞 很漂亮 蝦餃 糯米雞吃了, 你不會歸西 我真的有雞 不是, 它的米很好, 很鯨 什麼鯨子? 因為糯米雞一打開, 你不覺得嗎? 米已經撻下去了 不行 吃一下這個 燒賣 這碗是用手鯊豬肉 手鯊和炸的完全不同 加上蟹籽, 上面更加很好 很多蟹籽都有 很多蟹籽 吃飯吧, 給你吃飯 一碗吃飯 吃飯… 那裡吃飯 飯很粒粒 飯粒粒, 但排骨也不少 吃… 這是泰國來的 我覺得吃這些都有米香 你盡量的汁流下來, 我喜歡米香 米蒜很香 我喜歡米蒜, 米蒜很硬 現在還咬下去, 韌韌韌韌的感覺 喜歡吃這些飯? 我喜歡 師傅喜歡吃軟的 你喜歡吃食塞米 師傅, 有請你吃的 吃蛋傘 吃蛋傘不會被人玩, 我先吃 你是不是想了一晚? 兩晚, 要命 對…有一個…你以後可以做副業 去做寫稿 我現在已經是副業了 大家覺得有什麼飲食活動 最適合秋天做的嗎? 是 我覺得涼涼地, 別再吃這麼生冷的東西 那勞端燒對不對? 好啊, 有冷的, 有人燒給我們 對, 寶寶, 我燒給你 大家來試試看, 吃… 不用吧, 寶寶 一、二、三、四 燒給你吃 有份啊 你不吃什麼? 吃… 好…不客氣了 我們先吃這個 好… 這個是重點推介的 這個是鹽燒油甘魚頭 說沒用的事吧 對, 先試試看 很多店舖都有鹽燒油甘魚頭 有什麼特別呢? 它特別之處是在於 它用來燒的魚頭是刺身魚頭 所以它的質素非常好 因為外面如果要用來燒的話 通常都不會用刺身魚頭來燒 而且整個解凍和完成的過程 是需要45分鐘 不過真的很值得等 這個就是醬汁煮大根配法國的鵝肝 這個吃法比較日式 因為平時鵝肝也會配菠蘿或蘋果 用它的酸味來中和鵝肝的油膩 鵝肝的油膩, 對 但是這個用蘿蔔也有這個效果 比較日式 而且是冬菇 對 很漂亮… 用整個菜式來吃 很美味 是嗎… 我馬上吃 味道很美味 很鮮, 孫小姐 因為它的鵝肝有點脆 煎一煎, 它更香, 對吧, 孫小姐 而且它加了蘿蔔, 很爽口 好, 這個, 櫻花蝦炸豆腐 寶寶, 櫻花蝦漬是什麼味道 櫻花蝦漬, 我知道了 櫻花蝦漬是日本的蝦米 有, 你想想, 豆腐已經有很多鈣質 還有蝦米也有很多鈣質 這是營養豐富的食物, 小食 有海鮮味 很棒, 禎哥 這個相當不錯, 櫻花蝦香 吃完了, 還有櫻花蝦, 還有大蝦 沒錯, 這個是虎蝦, 看多大 不過虎蝦, 我一般地中 你想吃甜的嗎? 不燒的 你先嘗嘗 蝦, 我經常不喜歡燒的 燒得乾, 整隻蝦肉很粗糙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但這個… 一開拍, 已經很濕 是嗎? 是嗎? 很汁 很汁, 我覺得很爽 每個人吃東西不同 我們不要說我們… 我很喜歡 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好, 中式和日式, 大家有試過 不如就讓我教大家吃西餐吧 家, 你當他們兩位死牙, 他們是吃家 飲食是無高低的 阿Sir, 你直至於分享 好… 就我個人的小小意見 其實我覺得吃東西加小小的技巧 會令美味關係更加突出 不如我們先嘗蠔吧 什麼技巧? 要由淡味吃到濃味 哪裡開始是淡, 哪裡開始是濃 其實他們放碟子的時候 檸檬的位置已經是12點 我們順時針方向吃就沒有錯 有什麼特別之意? 首先, 我們吃第一隻蠔 第一種是辣味比亞蠔 比較甜 這個不是很重的鹹味 真的比較甜 而且比較實 而且肉質很脆 我們嘗嘗第二種, 大家看到大很多 這個蘇格蘭石蠔會比較爽口 我已經吃了第三種, 忍不住 吃起來就比剛才的不同 有多不同? 濃很多, 而且鹹很多 很重的海水味 第四種就是法國水中花 什麼味道? 其實這種味道就是鹹甜 都很平均的 是的 第五種, 就像我們那樣 就是紅粉佳人 其實它的特別之處就在於 一吃下去, 最初會先鮮 但咬到中間, 你就會吃到甜味 就會出來 這裡是來自荷蘭的藍青口 我們看到它是小小的 我們可以用手去拌一些湯 我們一口咬下去, 加湯汁 味道如何? 很清甜 這個很甜 對 很甜 先閉嘴, 像漏了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像漏了蒜蓉包 來點醬汁吃, 好像說 那就當然了, 這是蒜蓉包 這個蒜蓉包也很特別 你看到它長條形來切 其實可以令到… 整個包子會更脆 這個蒜石蜆 就是蒜石蜆 蒜石蜆 這個是什麼汁? 忌廉汁 忌廉汁 這個是不是紐西蘭的? 是呀… 蒜石蜆 很夠肉 這個很鮮甜 有一種特別是它的味道 這個春卷就厲害了 有多厲害? 裡面是鵝肝 因為它配上鵝鵝 鵝鵝鵝適適合它 對… 裡面塗了一些蜜糖 這樣會比較脆 坦白說 它還沒說到鵝鵝鵝 我以為鵝鵝鵝也算矮 這麼瘦、這麼小 原來… 但是很原汁 鵝鵝鵝鵝鵝沒有融化 它炸的時間非常好 炸五分鐘就馬上拿回來 這個是乳豬 它是用寶寶豬的 這個用80度火慢煮了六小時 很濃烈 這個豬頭給你們吃 原汁原味, 沒調劇, 沒調劇 所以我們要吃的時候 灑一點的海鹽 灑得很有氣勢, 我以後要這樣灑 淡姐 怎麼樣? 我堅持原汁, 原汁原味 還是不灑鹽 我覺得這樣 一開始吃, 我覺得很好吃 我也要嘗嘗灑鹽是怎樣 你要明白分別的 你看, 我在雙口上灑鹽 阿湯, 灑完灑, 別灑我們 最後吃這個 好 這是牛辣骨 用紅酒和肉湯慢煮 來吧, 吃飯 阿雪, 我們一人一塊 阿湯, 你吃這麼乾, 怎麼都是這麼瘦 警察拘捕嗎? 阿婆, 你們拿這個骨 貴事我們和你… 好不好, 接著 對… 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